疫情当中花联就业中心的求职求财服务不中断 配合中央疫情指护中心为了减少洽工人流群聚风险还有等待的时间 也鼓励在地的民众和厂商改用电话预约和就业中心来约定时间 即使无法出门也可以找工作找人才 尽管疫情升温 花联就业中心各项求职求财服务不中断 为了减少洽工的人流和等待的时间 花联就业中心鼓励民众改以电话方式询问各项服务 再和就业中心预约时间前往 避免人员群聚感染的风险 或者透过台湾就业通不出门也能找工作找人才 花联就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外墙施工 为人员进出安全机动室调整门口进出动线 请洽工民众依动线指引前往 就业中心各项求职求财服务不中断 为维持一定服务量能 皆规划原力为洽工民众服务 并透过电话等远端服务 主动协助民众求职及厂商求财 不要办理各项业务 也鼓励厂商及民众以电话预约方式前往 减少人员聚集 有求职求财需求 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 让您不出门也能找工作找人才 就业中心表示 针对中高龄者及高龄者 有雇佣奖助 鼓励世代合作等协助就业措施 另外像职场学习及再适应计划 及中高龄职务再设计计划等 都是企业可以善用的资源 协助求职者进入职场稳定就业 华联民众有更多需求 可联系华联就业中心 038-323-262 接着讲邦夜华联事报导